8月25号是七夕节,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许多人都将这一天视为领取结婚证的好日子 当天早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 已有许多对新人在现场等候 据介绍与往常相比,该登记中心在七夕当天的预约登记人数迎来了高峰 今天呢,七夕节,那个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新人们呢,都想在这个节日里办理这个监婚登记 丰台这样的话呢,预约了有160多段 比平时呢,要多了三四百 疫情到现在,咱们也是520有一个高峰 这一个高峰,持平吧,差不多 为迎接七夕领证高峰 丰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增加了工作人员和登记窗口数量 并利用分时段预约控制人数,避免排队 同时,还为新人准备了祝福明信片 肯定是大力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让新人们更加美好,更加舒服地办理这个结婚登记 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增配了人手 咱们平时也就是开我六七个窗口 现在都开到九个窗口到十个窗口 预约系统也是自动地根据时间段来预约这个人数的控制 就是尽量不能让人数来砸端 今天我们也是搞了一个给新人赠送连体明信片 给新人一个新的祝福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不少新人身穿情侣装 还有人专门准备了头纱和鲜花 大部分新人都表示,是专程赶在七夕节前来领证 觉得浪漫又有纪念意义 七夕嘛,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也是我们的纪念日 七夕嘛,寓意爱情 西方情人节2月14号 七夕是我们东方情人节 我们所有选在东方情人节的时候 然后一块来领证结婚 七夕嘛,然后比较浪漫一些 对,以后每年就是七夕又是领证结婚纪念日 就是很有意义,觉得这个日子 也有新人告诉记者 领证日期曾受疫情影响而推迟 如今赶上七夕是幸运的巧合 经历疫情后也更加珍惜彼此 之前应该想过是6月26领证 然后那是我俩第一天认识的日子 然后后来是就又开始疫情了 然后我们就往后推迟了 然后正好这个825也是一个好日子 正好是七夕 这个2020年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然后我们俩刚好也是赶在今年 而且赶在这个七夕这个日子结婚 因为疫情这个原因 就是大家就是从个人到国家整个层面 都是这个很积极的抗对 然后面对这种事情 然后在这种困难下 然后我们俩也象征我们俩 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也会一直走到底的 更爱对方了 更珍惜感情了 我爱你 老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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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